台湾客人等级关心各地中卫 过去就不在北河中文社区 设立绿林的合同 今年再度来到东山的高原社区 新立专台第21亿的 进化绿林的合同 今天上午正式改变开用 这这几边都搞定感情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 可以说在全国各地 对于所谓的老人的一个照顾 投入也非常的多 所以东山高原社区 这一个所谓的乐理学堂 是他们在台南市 设立的第二个热灵学堂 所以透过他们的一个 益柱抛砖预域 希望引出更多善心的企业界 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的长者 来投入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的台南 能够对老人的照顾做得更好 让台南真的可以落实到 成为一个幸福的城市 这回台湾企业银 和合照多多的生生企业 到天来参加 如果是赞助经费以来 改成独房休闲和文童的适比 未来亚洲办理 共参加照顾的课程 最尽在地中部的健康和生活品质 我们台湾企业来到我们这个山区 国安社区 我们这是上山区的那个社区 他把我们办的真真好 但那个电视 十万空六百块 那些都人家驾驼 那边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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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收房的收房 那边都要电梯做过 现在很清晰 对 白手应该要沉沉沉 这样子 富士党业组算标时 台南是一个高临华的山区 其乎虽然说 当时很多人类跟金区来照顾中备 但是也还没够 只感谢台湾企业 发育于社会的资源 提供参加的事大人 有这类合不 南泰式门奥迪东山 才会恐怖的